我说你这种嘴啊 叭哒叭哒的 你就是嘴硬你 妈 你怎么突然问这个问题啊 可不像你的风格啊 现在便催婚大妈了 就算是吧 一个再能干的女儿 在妈的眼里 她应该有一个 很完美的一个归宿 那才叫圆满呢 那是不是年轻的时候 姥姥也天天催你啊 那倒不是 你妈我算是晚婚的嘛 我三十岁的时候 才刚刚有你 不过我这人的思想 倒是挺前卫的 是 你思想那么前卫 你三十多岁才生的我 那你现在催我干吗 我是医生 所以我考虑的问题 就不仅仅是这些方面 如果一个女人 她这一辈子是一定要 结婚生子的话 就得好好地规划规划 去跟自己最相爱的人 轰轰烈烈地去谈一场恋爱 然后在自己身体最合适的时候 结婚 生一个健康的宝宝 反正在我这个外科医生的词典里 是没有顺其自然这四个字的 要不信的话你去问问 妇产科的我的那些同事们 她会告诉你 孩子啊 一个女孩子结婚的最好年纪是什么 那是二十二岁 因为那个时候 你结了婚人生了宝宝 你的身体就好恢复啊 你多大了你啊 你还不结婚生宝宝 将来你的身体你说你怎么恢复 那完了 我离二十二岁那么远早过去了 所以啊 你不是还学社会学的吗 你应该知道 一个男人的幸福感 它来自于工作和他的家庭 如果在家庭当中他得不到 他到工作当中去寻找 而咱们女人呢 我们唯一的幸福感是来自于我们的家庭 什么叫幸福感 你懂得吧 行 我知道了 妈 那好吧 我今天就跟你说这些了 再说多了 咱们俩就得干起来了 行了 知道了 知道了 不咋了 该回家了 走